我看檔內有些聲音認為說 你應該辭秘書長一職 第一個可能是因為最近講說罷樑 不過罷樑是公民的一個行動 跟民進黨其實並沒有關係 民進黨從頭到尾也並沒有介入 民進黨從頭到尾的一個立場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罷免是公民的權利 而這個我們應該要維護公民團體 他們行使權利 不要受到相關的一個干擾 其實大家從今年年初一直到最後 都可以看到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許多的一個過程裡面 公民團體是受到蠻嚴重的一個行政阻擾 那不管是我們地方的議員 接受相關的一個陳情 或者是包括許多的一個民眾 希望說能夠協助 我想我們是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 也就是說保障公民行使罷免權的一個權利 但政黨的部分我們不會去介入 我想這是我們基本的一個態度 那至於國民黨他們不責一切的一個手段 在這個過程裡面去做政黨的一個操弄跟對立 我想這個人民也會看在眼裡 真正介入的其實是國民黨 那當然我剛剛在節目上面其實也有說 其實這個背後可能不只是僱糧 其實可能更重要的可能是僱租 因為國民黨的黨內在明年的五月 其實還有包括這個黨主席的一個選舉 所以也可以看到國民黨請全黨資歷 這個投入非常多的一個資源 那車輪站像這個大風車一樣 每天一堆的這個政治人物到基隆 就是企圖把這個不對的事情 或者錯誤的這個資訊 扭曲抹黑的這些事情 重複的講一百次 把白的抹成是黑的 那所以站在民進黨過去執政這個八年 我們有亮眼的一個增績 我們也必須要適時的來維護 過去執政八年在基隆的這些成果 我想民進黨的態度是這樣的